突然想起来,我好多年前来这儿的时候,藏过一件宝物,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有没有被人拿走啊。 最近一段时间,影视剧圈可谓是奇奇发力,各大平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涌入了大批各种类型的影视剧作品。 而由刘诗诗主演的掌心这两天已经爆出正式开机了,刘诗诗这一次担任大女主,在开机活动现场也是状态非常不错,这一度让人很期待这部悬疑剧。 不过,掌心热度那么高,真的是大家愿意看刘诗诗新剧,但是比起他独挑大梁,对于剧中这几位配角,表现也是让人期待,下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一、郑叶诚,提起郑叶诚,想必大家一定会想到前两年他主演的《祝清好》一剧,原本都以为他要火了,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就这样被埋没了。 实际上,郑叶诚的演技大家有目共睹,古装剧也是一角,五官硬朗,身材健壮,颜值在线,最主要的他还是武生出道,有一定的武术功底。 像在《三千鸭沙》里饰演的傅九云,《祝清好》中的沈彦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角色。 另外,郑叶诚代播的古装剧还有很多,像唐嫣主演的念无双,谭松韵主演的孰锦人家,诚意主演的《英雄志》里面都有他的身影。 此番,郑叶诚也是作为特邀出演,与刘诗诗属于二搭,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二,轩鹿,轩鹿的话,也是近几年才被观众熟知,但是翻开履历,他的演技生涯也不断,同时也参演过不少作品。 最早出道时,轩鹿在《李少红版《红楼梦》里饰演林黛玉的贴身丫鬟雪宴,估计不少人没认出来。 后来,他接二连三地出演了《灵魂百度》且是《天下》、《玉春楼》、《陈情令》、《烈火军校》等等作品,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此番,轩鹿在剧中饰演《女二号》, 她是科班出身,同时也是舞蹈专业,不知道她这一次将会带来怎样一个角色。 三,徐娇,徐娇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作为星爷电影《长江七号》中的假小子,网友对她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小时候。 不过,成年后的徐娇也是个大美女,长得也是亭亭玉丽,之前一直在完成学业,后来进去影视圈也是参演了几部片子,之前的《星汉灿烂》中,徐娇的表现就可圈可点。 虽然说,徐娇的作品不是很多,但是作为童星就出道的她,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这些年她拍的电影比电视剧还要多。 当然了,这一次徐娇在剧中也是一个配角,戏份不错,但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还是期待她有所表现的。 四,黄海斌,黄海斌更是重量级,最近里面她可以说是各大热播剧的常客,基本上不是出演仙君,就是家主的角色,大家对她印象应该十分深刻。 当年的黄海斌可以说是古装剧男神,一度出演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角色,如今上了年纪,颜值依旧能打。 像是这两年各大平台的热播剧中,云香传、长月静明、花容、宁安如梦等作品里都有黄海斌的身影。 不仅如此,除了这部掌心之外,赵露丝的新剧《朱连玉木》、景田的新剧《啄啄风流》以及李一同新剧《云秀行》里面都有黄海斌。 演技这一块不用多担心,就是颜值,黄海斌也是依旧在线,不知道这一次,她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角色。 5. 兰西,兰西这个名字不多见,但是说起她饰演过的角色,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也属于一位演技在线的女星。 兰西科班出身,出道不久在《甄嬛传》里饰演的沈梅庄一角,让不少网友熟知。 当然了,走红之后,兰西在《锦心思域》、《芈月传》、《如意芳菲》等剧中都有不错的表现。 讲真的,兰西的人气并不高,但是她的演技不错,比较灵动,自身颜值也还好,与孙丽搭档过几次,这一次不知道在剧中,导演会安排怎样的角色。 6. 张于希,张于希就不用多说了吧,她的知名度比她演技要出名得多,一出道便身背数个头衔。 6. 张于希除了是一位演员,她最早是一位模特,还因为前男友是王校长而出名,随后进去演艺圈,一张美得让人窒息的脸蛋,也是让她不缺资源。 6. 这几年,张于希也是参演了《琉璃》、《语军歌》、《斗罗大陆2》、《人鱼妇》等等作品,靠着逆天颜值以及不错的演技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6. 这一次作为特邀出演的张于希会不会还会饰演一个美得不可方物的角色,让我们拭目以待。 6. 这部掌心真的是为波鲜活,作为一部悬疑剧,应该还有不少演员没有进组。 6. 刘诗诗担任大女主也是有了口碑保证,毕竟古装剧里五刀弄枪,刘诗诗是很专业的。 6. 此番,刘诗诗搭档豆硝的组合已经很让人期待,毕竟上一部《一念观山》中她搭档刘雨宁也是收获了一大片好评。 6. 不过这一次,比起刘诗诗独挑大梁,其余配角的演技也是值得关注的。 6. 张于希浪捷舞美得像手伴娃娃,终于知道她为何是天选温义凡了。 6. 不知不觉,浪捷已经迎来第五季了。 7. 播到第四季的时候,改名成成风2023,这一季叫成风2024,和前几季相比,热度依然不减。 7. 在《浪姐4》中,不少网友选出了贾静文、张佳妮、朱朱、刘希军四大颜值担当,这一季美女不少,还真是难选。 7. 不少姐姐们都因为路透状态超好上了热搜。 7. 陈立军、刘欣、张于希、七薇、郭碧婷、陈浩宇、蔡文静、杨锦华、韩雪等等女性亮相。 7. 网友惊呼,这哪里是上班,这分明是在走秀。 7. 最后,我还是被张于希惊艳了,她的好几身上班图都美得犯规,吊带香槟裙这套,真的美得像手绊娃娃,又可以带小说女主了。 7. 彭松高马尾黑色大衣这身,真的像从动漫里走出来的名媛千金,清冷感满满,又有酷萨的感觉。 7. 不管是低马尾、麻花辫、丸子头、全披发,就没有一个不好看的时候。 7.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脸能耗住各种造型,每一张都像小说女主。 7. 如果这一届选颜值担当,张于希一定会是高票通过的一员。 8. 张于希1994年出生,今年刚好30岁,凭借着一张精致面孔在偶像剧和各种cosplay中大厦四方。 9. 琉璃中扮演玲珑、麻花辫的造型惊艳不少人,那时就被誉为天选小五。 9. 加上张于希私下也cos过小五,确实和动漫小五形象如出一辙,灵动美丽。 9. 所以,在《斗罗大陆2》出演小五,动漫粉饰相当满意。 9. 在南风之我意的造型虽然很素,但越素越美,清透之性的感觉自带偶像剧滤镜。 9. 她还有不少出圈的cos形象。不仅cos了小五,还cos了杨玉环,引领春雨如花容颜,美得像画一样。 9. 最出圈的还是敦煌神女造型,眼里真的有塞外的感觉,宛若敦煌壁画里走出的仙女。 9. 而且张于希还是不少网友心中的天选温以凡。 9. 男红影视画的消息一年多以前就在传了,关于男女主迟迟不能敲定,就有不少人推荐张于希。 9. 温以凡人设长相漂亮,性格温柔。 9. 妩媚动人,极其艳丽张扬的长相具有攻击性,但是家境好让她特别有教养和温柔。 9. 直到今年才确定由白敬廷出演《桑岩》,张若南出演温以凡。 9. 张若南是上升势头正猛的流量小花,长相清纯甜美,明媚治愈的长相有不少观众喜欢,但确实不适合温以凡这个人设。 9. 温以凡是长相非常漂亮到有攻击性的,总感觉张若南过于甜美。 9. 最新路透中的服装造型也没有加分,留得厚重其刘海,看起来更加甜美,服装穿搭也不够洋气,被不少网友吐槽态吐,像颜色面料,像中老年款式,感觉还不如张若南平时私服。 9. 而看了张若西浪姐上班路透,更是能明白大家为什么都推选她去演温以凡了。 9. 张若西皮肤白皙透亮,鼻子高挺,眼神深邃,有混血味道,加上一张小V脸,看起来确实精致魅惑。 9. 这不就是有着明亮的狐狸眼和清澈的瞳孔,自带光环的明艳大美女妈妈? 9. 天生长着一张尽江女主的脸。 9. 只是张若西当时特意穿着漫画里温以凡的同款衣服,走机场,也没拿下这部剧。 9. 如今男哄开拍,还有不少人在评论区提名张若西的。 9. 现在也参加浪姐了,美美萨萨的好精致,就看这个节目能否让她事业更上一层楼了。 9. 竹子继续